小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0年4月8日 今天我们数学课的内容是我们要复习一下 我们学过的equivalent fraction 中文叫做相等分数 这个是我们在distance learning之前在学校就学过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 首先请你看 陈老师这里有三张不一样颜色 但是他们一样大小的纸 对不对 这个白色粉红色和橙色的纸 他们都是一样大小的 对不对 可以看到是一样大小的 陈老师把这三张纸贴在这个板子上 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三个纸是一样大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陈老师用一支笔 把这个纸分成了一样大小 白色的纸分成了一样大小的两份 我把上面这个一写一的地方我给它涂一下 我把上面这个一写一的地方我给它涂一下 好 那么这一个我涂黑的这个部分在这个白色的纸里面分数 我应该怎么写呢 有没有小朋友记得 对 很好 就是二分之一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粉红色的这张纸 陈老师再用一个不一样颜色的笔 粉红色的纸 我把它分成了四份 一样大的 好 那四份呢 我在上面涂两份 好 那我这个陈老师涂的不是很好看 我涂的这个部分的分数在这里 要怎么写呢 很好 就是四分之二 因为是分了四份 一二三四里面有两个部分 最后一个橙色的纸 我分的比较多 我分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一样的部分 我涂上面四个 那这个我要怎么写呢 八分里面有四份 所以分数我们写成八分之四 很好 那现在陈老师想请你看 陈老师上面涂黑的这个涂色的这几个部分 你觉得它们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想一想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陈老师把涂黑的这几个部分剪下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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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来比一比看 它们是不是一样大的 对不对 你说的很好 它们是一样大的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比过了 对不对 这几个是一样大的 所以二分之一等于四分之二 也等于八分之四 你看我们比过了 对不对 这个是八分之四 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二 它们都是一样大的 好 所以它们都是equivalent fraction 它们都是相等的分数 对 那么现在陈老师想请小朋友看一看 二分之一 如果我想用算算数的方法 我怎么样 在上面和下面都做同样的一个事情 它就可以变成四分之二呢 想一想 对 我在上面乘一个二 下面乘一个二 它就变成了四分之二 那这里呢 你说的很好 我们继续乘二 所以equivalent fraction有一个小的trick 就是你在上面和下面乘或者除一样的数字 它的大小就是一样的 来看几个题 请你看第一个题 请你想一想 你可不可以在三分之一的上面乘一个数字 下面乘一个一样的数字 然后写一个分数 一个fraction 它跟三分之一是一样大的呢 想一想 好 那最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你上面乘一个二 下面也乘一个二 上面一乘二等于二 下面三乘二等于六 好 再来看一个道题 请问你可不可以想一个四分之一 想一个分数和四分之一是一样大的 你在上面乘一个数字 下面乘一个数字 对比如说我们刚才乘了二 这回来乘三吧 试一下乘三 乘三 上面变成了一乘三是三 下面四乘三是十二 所以十二分之三和四分之一就是一样大的 好 那我们下面要来看一个难一点点的题 请你看好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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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 好 哪 好 好 好 嗯 哎 请你看 我想知道这个框框里应该要写什么 应该要写什么 所以我们要先来想一想 陈老师刚才有说 上面和下面乘一样 乘或者除 乘或者除一样的东西 它就会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三要怎么样变成九呢 我想一想 三乘三会变成九 对不对 那下面是乘三 下面是乘三 上面也要乘三 对不对 所以我上面也乘三 那一乘三等于多少 这个你应该知道 你肯定知道 一乘三等于三 所以 一乘三等于三 三乘三等于九 九分之三和三分之一 是一样大的 好 那给你留两个小的练习 你可以拿一张纸 拿一张小的纸 写下来 这个是第一个题 紫色的 第二个题 绿色的 你可以拿一个小的纸 写下来 然后发到C扫上给陈老师看一下 好 这个就是今天的Equivalent Fraction 相等分数的复习 你学会了吗